鬼外猴子嚣张至极 遇到游客失守食物 不仅不感激 反而将食物全都抢走 还会趁游客一个不注意 突然一巴掌 打个游客蒙了圈 甚至就连小孩子 有时也会惨遭猴子毒手 怪不得老祖宗要叫猴子为泼猴 那这么顽皮的泼猴 难道真被人弄制得了吗 而视频中 一只猴子就遭到了教训 猴子不知在哪 招惹了一条水质 此时正被水质紧嚼住了大腿根 激烈的疼痛 让猴子极其不适 他批命的用手想将水质扯下 可被水质的吸盘给吸住 无论猴子怎么拉 水质就是不下来 旁边的同伴健壮也都是爱莫能助 虽说恶人自有恶人魔 但看到小猴子这样 还真有些不乐人